今天是福音的主题,很明显就是与圣体有关系 我们相信圣体是真正的耶稣,也是真正临现在我们当中 当然不是指他肉身上的临在 不是好像2000年前,他与中途地一起的时候,他的肉身是与他们同在 今时今日,我们没有这个福气 不过,既然我们与在外国居住的亲戚朋友,临现在我们心中一样 我们见不到他们,听不到他们,但是在我们心中,我们仍然有他们的存在 如果我们相信,天主是临现在万物当中,天主是无所不在的 这样,天主在圣体里面的临在,不应该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耶稣的说话,他说,这个就是我的身体 这一杯就是我的鱼 耶稣不会说大话,他不骗我们 当我们领性体的时候,耶稣就来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就好像全世界只有我们一个一样 他个个都是一样,他愿意来到我们心中 精神上的联系,造成了我们与主的亲密关系 结果呢,就是我们与主有更深层切的交往 正如我们与我们的朋友相处的时候,被我们眼前坐在我们旁边的朋友 可能是有更密切的关系,你信不信呢?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你和人吃饭的时候,你去酒楼喝茶的时候 一家大室,十个人坐在一张桌上,九个都拿着手机的 你和谁比较亲密呢?你是和旁边的人聊天 还是和你手机的那个人呢? 如果你是聪明的,不像我这么笨 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的人 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你旁边的人听不到你说什么 你不是和他聊天,你是和手机的那个聊天 那你说,谁比较亲密的? 所以即使不是肉身的临在,事实上,那个关系可以更密切的 我不是说你不要看手机,但是你整餐饭都是看手机 你跟家人有什么关系 那个是很远的朋友,你跟他关系更密切 我很笨的 我没有电邮的 我又没有WhatsApp的 所以我清静很多 所以我不需要那些东西 我教那些小朋友念经 教他们跟天主聊天 我说你打电话给天主 很简单的 不用记八个号 天主又没有WhatsApp 天主又没有Email 你打电话给天主 一定打得通 很简单的 就是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孟 立即打通 天主立即听 你几百人一起打 他都听到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不用 我们要搞得很复杂 但是忘记了 天主时时都在听我们 在尼沙泉 我什么都不懂 或者是把我的手机 有人教我 按了个飞机仔 按了个飞机仔 电话就打不到进来 所以我可以很安静地 参与尼沙 也不会有手机的声音 去骚扰其他人 学那么多就够了 按了个飞机仔出现 电话进不来 不会听到零声 你听到天主的声音 你听到读经的声音 你听到天主跟我们讲话 你立即回答 请举心向上 立即回答 我们全心归仰尚主 是真的 因为你手机骚扰你 你就全心归仰尚主 不是只有讲字 所以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科技的东西是好 是帮到我们很多 但是如果摆在第一位 天主摆在最后 是不尊敬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是专心聆听上主的话 我们应该珍惜和天主的时间 我们不要来去匆匆 入圣堂 我们和天主都没有打招呼 我们会拔着 一入圣堂 去点蜡烛 去圣像那里祈祷 但我对耶稣 有没有谷过功 主我来了 走的时候有没有说 主我出去 你和我一起 我去喝茶 你和我一起 行不行 很艰难吗 我不觉得很艰难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耶稣在圣体里面 圣体里面的耶稣 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都是一样 他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做出了很多的弃心 成圣体的时候 提醒我们 他说 这个是我的身体 这杯是我的鱼 为你们而舍弃的 所以领圣体的时候 应该唤醒我们 要有牺牲的精神 领圣体 不像你健康食品 那么简单 他提醒我们 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做 他牺牲他的身体 牺牲他的时间 牺牲他的一切 去医人 去宽恕人 去鼓励人 去安慰人 为什么耶稣在我那里 我不懂得学他 做出这些牺牲 得难修女 的修会 有一条规矩 就是当每一个新的 新进来的修会 他第一次出去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去垂死之家 去服务 所以垂死之家 就是一些临死的人 他们需要更多的照顾 所以修律就派他们 你第一任的工作 去垂死之家 去照顾临死的人 你们不是医生 你没可能医好他们 医生都放弃的了 但是让他们死得有尊严 有一天 有个修女仔 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不是在人道 她加入了 得难修女的修会 得难修女就叫她 你看到吗 神父是用爱心 她要专心 在彼撒当中 拿起圣体 你都这样做了 她不是叫她去制台 好像神父 拿起圣体 你都这样做 因为当你在垂死之家 你会见到一些受伤的 就来死的人 你这样就服侍他们 就和拿起耶稣 没有什么分别 是同一个耶稣 接受你的安慰 接受你的鼓励 死得平安 他知道你是带着他去天主 他不怕 他会开心 他甚至感恩 感激你的帮助 三个小时 他回来之后 他开心得不得了 他去得难修女 他说 妈妈 我接受了耶稣三个小时 得难修女 你怎样做 他说 当我去到垂死之家的时候 那个人带了一个阿伯 他跌了到坑渠 很深的坑渠里面 整身污涂了 坑渠水又臭 他身上还有伤痕 他带这个男人来 我立刻帮他洗干净身体 洗干净伤口 他觉得很平安 他觉得很平安 很开心 而我又觉得 我接触了耶稣三个小时 耶稣就是透过这个可怜的人 骗髒腊 又受伤的人 又呼不到气的人 去接受我们的帮助 得难修女说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爱心 去做一些我们未必想做的事 完全是因为我们需要耶稣的帮助 耶稣的圣体就是给到我帮助 得难修女就是这样说 在一切事情上 圣体给了我们帮助 使我们能够做到 我们不愿意做 这么邋遢的事 别人做 有圣体在这里 我们有力量去做 不是我说的 得难修女说的 得难修女甚至说 没有了圣体的帮助 我们连一日一个小时的生活 我们都有问题 修女四点起床 他要经过垃圾堆 走好乱的路去参与离撒 去领盛体 他说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爱心去做 天主叫我做的事 所以他训练 所以他训练的修女 就有力量去做 我们以为 这些事我不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 由圣体去到现实生活 是怎样的 我们来这里等 领圣体 我们现实的生活 出去是怎样的 这个是有关系的 不是在三层天的 和我有关系 领圣体 不是好像 你见到的食品 那么容易的 入天堂 也不是好像 入圣堂 那么容易的 所以让我们 懂得感恩 懂得珍惜 我们来圣堂的时间 每一秒钟 都是天主给我们 每一秒钟 都会怀着感恩的心 不是读经的时候 才是怀着感恩的心 一入圣堂 就怀着感恩的心 去多谢天主 我今天还可以来这里 明天来不来到 我不知道 今天来 我就今天感恩 今天出去 我就做今天 天主叫我做的事